由花莲县政府指导花莲县救国团主办 花莲县诱师青年服务协会承办的 社会优秀青年表扬活动 花莲县社会优秀青年选拔名单出炉 32位优秀青年当中 有来自水源部落的优秀青年王省岗族 即将在30号接受各界的表扬 王省岗族表示 他会继续与服务部落的理念来回馈地方 水源部落青年王省岗族 长期在部落里办理公营活动 希望回到这里家上能够回馈乡里 而这次获得花莲县优秀青年表演的肯定 他也是相当的开心 他也会秉持着这股热情 关心部落的各项事物 在我们默默付出做公益的路上 我只要走到正确的正道上面 我们就会吸引到对的人 对的事 所以我会一路上有很多善良的人 我要感谢的人 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最后面我觉得 感谢上帝的安排 那后面这个是 我们德鲁古叫鸭勇 鸭勇有点就是母亲 母亲就是培育我们 孕育我们 我从小在部落长大 那出去外面 在学业还有事业上面 稍微稳定了 所以我也感恩秀林 这个地方培育我 那我这次更应该把自己的所学 自己的所能奉献给自己的部落 我有责任 还有使命感 认为自己的部落 我能做什么 我就更应该要勇往直前 压勇 对的是要勇往直前 所以我刚刚一来到这边 我心情特别的感动 看到这边 又想到小时候 还很小在这边玩泥巴 然后还玩钓鱼 钓西钓虾 这边几百年来 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 就是那么的美 然后孕育出我们族人 所以这个时候回来 站在这边 那得到这样的奖项 我更应该觉得说 我自己能为这边付出什么 所以我有这种深厚的感情 然后想要奉献给自己的部落 我想告诉彼老师 除了事业友诚 他也担任花莲县青年发展中心咨询委员 来建议部落相关事务 以沟通和协助的角色 为主人们争取相关权益 对部落青年发展的议题 他也会持续关注 除了自己的热忱之外 也会和长辈们学习 倾听部落主人的心声 和青年们面对面的沟通 来落实回馈相应的服务 记得将修行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